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农业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农业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 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课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农业群新课纲之课程设计 主要参考目前农、林、牧产业 从业人员所需相关产业知识与技能 强化产销管理、人际沟通、资讯应用等能力 并培养职场伦理、敬业精神与团队核心态度 落实技职教育务实致用之精神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农业群课纲亦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切领的规划 本次新课纲规划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国、因数可以适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另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跨科、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织即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农业群、群共同课程 包含专业科目16学分 及群共同实习科目10学分 其中专业科目新增生命科学概论 生物技术概论各4学分 农业概论调增至6学分 加上农业安全卫生2学分 4个科目合计16学分 实习科目维持农业资讯管理实习 与农园厂管理实习 林厂管理实习 牧场管理实习共10学分 全部合计26学分 季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是把农业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通基础技能 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 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 共通技术能力 农业群依各科属性与发展 安排两大技能领域 农业生产与休闲生态技能领域 动物饲养及保健技能领域 各科别可对应到适当的技能领域 科别对应技能领域如此表 一个科别属性对应技能领域 农场经营科 园艺科 森林科 造园科对应农业生产与休闲生态技能领域 续产保健科 野生动物保育科对应动物饲养及保健技能领域 新课纲相对于久久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 新增了技能领域课程架构 以每个技能领域都有四个科目的课程来规划 在新增学习内容方面 首先是群共同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农业群新课纲没有新增群共同实习科目 群共同专业科目新增了生命科学概论 与生物技术概论两科目 其中生物技术概论与久久课纲为实习科目 新课纲改列为专业科目 技能领域方面 参着久久久课纲下农业群校定参考科目 新增农业生产与休闲生态技能领域 动物饲养及保健技能领域等两领域八科目课程 农业群的群共同专业科目 保留了久久课纲原有的农业概论 农业安全卫生两个科目 但在单元主题及学习内容上有所调整 从农业概论的对照表中可看出 新课纲新增四个主题及与其对应之学习内容 调整九个主题及与其对应之学习内容 农业安全卫生的对照表中可以看到 新课纲的农业安全卫生新增六个主题 其中三个主题为原本久久课纲的主题纲要内容拆分出来 列为独立主题 三个主题变更主题名称 调整与其对应的学习内容 久久课纲中列在群共同布定实习科目的 生物技术概论 新课纲改列为群共同专业科目 新增两个主题 变更四个主题名称 调整部分学习内容 生命科学概论是农业全新课纲 全新规划的专业科目 一共有生命科学的定义与起源 生命科学的共同性与多样性 即生命科学与环境等九个主题 提供学生学习更丰富的生命多样性内容 农业群的群共同实习科目 删除生物技术概论 保留了九九课纲 原有的农业资讯管理实习 农园厂管理实习 林厂管理实习 牧场管理实习 其中农园厂管理实习 林厂管理实习 牧场管理实习 依学生就读科别属性则依修读 所以共两科10学分 共同实习科目 首先请看农业资讯管理实习的对照表 农业资讯管理实习 新增一个主题 删减五个主题 调整四个主题序位 农园厂管理实习 由农场经营科 园艺科 造园科开设 新克刚的农园厂管理实习 删除了九九课纲的一个主题 调整两个主题序位 自圆九九课纲 农园厂实习科目中 主题四的纲要内容 拆列独立出四个新增主题 新克刚之林场管理实习 由森林科开设 共包含原野体验 地图与航照判事 林相及数种识别等八个主题 与九九课纲之林场实习 相较未新增主题 调整部分主题名称与学习内容 牧场管理实习 由续产保健科 野生动物保育科开设 配合动物饲养与保健技能领域的 学习内容 调整新克刚之牧场管理实习课程 与九九克刚之牧场实习对比 保留一个主题 与其对应之学习内容 新增了十个主题 接下来是农业群各科布定必修专业 及实习科目和学分数表 现在看到的是修习农业生产与休闲生态技能领域的农场经营科 园艺科及造园科的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课程规划 在群共同实习科目方面 农业资讯管理实习为各科共同实习科目 并为顾及各科产业特色专业 农园厂管理实习为农场经营科 园艺科 造园科学生修习 现在看到同样修习农业生产与休闲生态技能领域的 森林科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课程规划 为顾及森林科为特殊产业需求类科 同时保有其森林产业特色专业 森林科学生修习林场管理实习 而休息动物饲养及保健技能领域的 续产保健科 野生动物保育科的布定专业 及实习科目的课程规划 如表所呈现 此两科在群共同实习科目方面 同样为顾及特殊产业需求类科之特色专业 除农业资讯管理实习外 并以科目休息牧场管理实习 学生可以以下四个方式 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制教材 三、讲述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及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刚翻转过去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务实致用之 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地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季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普高及纵高 对应领纲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栽种作物有收成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如果学生在栽培作物时 思考并采用降低环境伤害 又不影响农作收成的栽种模式 过程中多方尝试并不断检讨改良 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农业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六项 各校之农业群科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的规划销定课程 自12年国教新课纲中可看到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与学习内容 以农业概论为例 学生在完成农业概论的学习后 会有五项的学习表现 而学习的详细内容 如表列农业概论之第一主题 农业的起源 给学生的学习素材 便包含了四个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农业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约56至78学分内 发展由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是以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同科跨班、同群跨科、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基础、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产业需求方面 以农业群科中心学校、国立中心大学 附属台中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临近之农会代表 农业聚落呈现产业需求为例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已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森林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及科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对照表如图表所示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二项基础能力 教育目标第二至三项可对应到科专业能力的第三至四项 呈现专业分流之规划 科教育目标的第四项是与科专业能力第五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以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各校科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九九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 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老师们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行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答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到1.5倍 以森林科为例来看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与科专业能力对应 可以看到林业概论与第1、2、5项科专业能力是高对应 但是在第3、4项是低对应 表示林业概论和林学及林产的专业的知识与能力是紧密连接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以农业群科中心学校森林科为例的课程地图 我们可以看出专业能力四 具备森林副产物加工之能力 是透过课程地图中最下方蓝色字体的森林染坊和木翼席座实习的多元选修课程来达成分流能力 第三部分介绍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在一般科目的开设方面 社会领域、自然科学领域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 议题融入、学生生涯发展 学校发展特色、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学生至少休息两科目以上 艺术领域自选两科目开设 从另一角度 以专题实作课程为例 结合了一般科目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 再加上产品设计、物质特性 及资源回收再利用等多方新知 可以帮助学生在专题实作中有更深入的发挥 群科的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彼此间课程内容息息相关 例如本群生物技术概论科目 其学习内容需具备数学领域的几率运算 统计资料整理分析 自然领域化学、物理、生物的生命的现象 生物多样性、细胞、生物间的交互作用等 学习内容之知识 同时包含语文领域的相关基本能力 一般科目的课程内容都可连接到专业科目 帮助学生学习更加顺利 例如国语文、英语文、数学、自然、社会领域 皆可连接到布定专业科目农业概论、生物技术概论 和校定科目作物生产、动物饲养学等等 相关联的学习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